I want to take you to a place not very far 进入12月 娱乐圈的各种年终总结盛典也将如期而至 电视剧大赏的投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竞争很激烈 现在正魂以480多万的票数占据榜首 而许你福生若梦则以430多万票排第二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部剧都是由朱一龙主演的 朱一龙一直定位自己是一个演员 并非明星 一直兢兢业业的拍戏 已经有近10年的演技生涯了 拍过很多作品饰演过很多不同的角色 颜值与演技一直都在线 但因为低调不炒作又不闹绯闻 所以一直不运不火的 今年在正魂中他一人 分演三个性格形象各异的角色 演得太传神了 单纯从眼神动作上你就能知道他是演的哪个人物 演技太好了 连原著粉都被征服了 粉丝爆涨千万人气飙升 现在投票开始不到几天 就以绝对的优势霸占第一第二名 如果保持这样的势头 有可能成为今年电视剧大赏的最大影家 排在第三名的是杨子 与邓伦主演的《香蜜沉沉静如霜》 这是一部古装玄幻剧 讲述了旭凤与紧密的三世情缘 两大主角演技也很好 演得很虐心 看哭了不少的观众 实力缺了一大批的香蜜女孩 现在票数达到了168万多票 现在与第一二名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但两人号召力很强 现在投票才刚刚开始 也是有机会争夺的 第四是电视剧《一姐赵丽颖》的 《你和我的清晨时光》 该剧现在正在浙江卫视和东方卫视热播 一直牢牢占据收视率 在网络上更是掀起话题热议 是现在最火的剧之一 赵丽颖的影响力也很大 飞科班出身 跑了七年龙套之后 玉飞冲天塑造了不少经典的角色 一路走来也获得了很多铁杆粉丝 萤火虫 也是很有潜力冲击帮手 现在也已经有130多万票了 而后面的忽而惊吓 天坑英烈归去来 等也获得很多网友的支持 但跟前面这四部相比 感觉已经掉队了 所以这一次最终能夺得帮手的很有可能就是 在这四部中诞生 我最喜欢看的是杨子灯伦的《香米》 其次是朱一龙白羽的《震魂》 然后才是赵丽颖的《你和我的清晨时光》 你觉得哪一部最好看呢?